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天使投资人开始机构化运作 品牌化运作团队化运作 这是大势所趋的事 有利也有弊 好处是投资人可以用杠杆的方式调动更多的资金投入到天使投资行业 那也有缺点 首先是投资效率的降低 因为天使投资机构都借用了VC和PE的一些投委会的原则 投委会在规避风险的同时 其实也塞掉了一些未来具有千倍和万倍回报的一些奇葩项目 历史上很多很多万倍回报的项目在早年都是不靠谱的 另外还有一个存续期的问题 也就是说不管手上的股份怎么样 到第七年基金就要清算必须卖出 那很多优秀的项目是在第十年上市的 那甚至还有一些项目在上市后的19年有643倍的回报 比如亚马逊 那哪个天使投资机构能够持有一家公司的股份这么久不卖出呢 所以我觉得呀 即便我们要机构化运作天使投资 也需要有更长的存续期 更长的等待时间 一直优质的股票可以持有十年二十年 另外我们的决策机制也要从一票否决制 以及三人两票改为一票通过制 增加灵活度 增加决策竞争力 我相信未来属于勇敢的人 你的LP选择你 也一定是因为你的独一无二和特立独行 你说呢